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啊 往前跑 心里边很恨啊 哎呀 风僧啊 风僧 有朝一日报仇雪恨 我非把你剥了皮不喝 一口气跑出了这么一百多里地 一抬头 一看眼前有一座道观 上面挂着别人三个字 灰龙观 好多朋友都在这个地住我是吧 啊 好来好多人不愿意在这个灰龙观这修炼 因为他那堵车 说的不一回事啊 可就近来了 一瞧这灰龙观里边啊 还挺好 但是这个挺破秀 往里边一瞧呢 叫一个老头 啊 跟这看着呢 一回头 向老头一跳 近了一什么玩意儿啊 这脑袋去飞 一根毛都没有啊 啊 您是 我是什么呀 找着跟他踏一脚 把老头劈死了 您就知道这种多深厚了 前院后院一找 也没人 得了 我就在这儿 调养生息 啊 有朝一日 我得找着和尚 报仇雪恨 就算留在这儿 啊 天天的也没事 摊摊打坐 自己呢 慢慢的恢复 就发现这个灌的后院有这么一个塔 这塔有一特点 啊 甚至塔周围的地方它冒烟 尤其是下完雨 整个塔拿这个烟笼罩起来了 看着特别的好看 很有情绪 啊 有点意思 可是一个来月之后 这个烟突然间就没有了 而且就发现有的时候这个鸟啊 离这个塔飞得近一点 突一下子 鸟就好像给吸进去似的 过不久呢 在塔边的外边呢 竟有这个鸟的那个羽毛啊 骨头什么的 梁老道心说这 怎么回事啊 嗯 挺纳闷 有这么一天 天降大雨 雨停了之后呢 也就是黄昏左右了 他一人跟院里是站着 猛然间就听到身背后有声音 道友 你干嘛呢 只一回头 那儿干你老道 很诧异 我来那些日子了 除了我没有旁人呢 哦 赶紧迎上来的 一条这种 这张脸金黄金黄的 啊 众眉毛大眼睛 红胡子 站着也先锋道鼓 哦 我两夫 哈哈哈哈 哎呦啊 您这是从哪儿来的 哈哈哈哈 我跟这儿住了一段时间了 你是我的房东吗 啊 不太清楚 啊 不太清楚 也没看 心里咯噔一下的一桌嘛 哦 大概其就是什么要求 他不惹我呢 我也别惹他 啊 哭哭泣泣的吧 来吧 内室带茶 两位就进来了 跟着 沏茶 聊天 有这么 十六天 两人就熟了 啊 这天说着话 梁老道问他 这个 这么长时间了 我拿你也当朋友 您跟我说说 您到底多个岁数 哈哈哈哈 你问我多大呀 多大我可记不清楚 姜子牙斩将封神 我七岁 哦 一年纪 哈哈 一算 没法算了 斩将封神 他七岁 现在就知道 这不就是什么变的 可是 特别的好奇 啊 道兄 我有一句 不知深浅的话 哎 你我弟兄 知己相交 并无虚假 何必过千呢 什么事 是是是 我这个 人都有好奇的心 啊 我也是如此 嗯 我很想看一看 道兄 您的 法身 什么意思 我瞧瞧你这什么变子 啊 瞧瞧你那真面目 这位就乐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行行行行行行 别人瞧不让瞧 你要看是没问题的了 嗯 现在不行啊 天还没黑呢 修道之人要避三光 咱们这样 夜半三更子 十分 你打开 后门 你往北山上看 我在北山等着你 哎呀 是 我谢谢吧 啊 你可别怪我 我就是 好奇 哎 没事没事 人都是这样 我也是有好奇心的嘛 啊 晚上我在北山等着 你看 吃完饭 这种就走了 两老道等着吧 而听得 桥楼上 三经三点 心说得了 啊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站起身来往外走 来在了后门这儿 打开门 往外看 这个回龙罐的后门啊 是一座山 没有啊 猛然间就见 这个山坡上有两盏红灯 什么意思 怕我瞧不清楚 瞧着两盏红灯呢 我看嘛 定睛再看 这可不是红灯 是两只眼睛 围着这个山子 是一条怪莽 谁捅这么粗啊 把这个山盘上 这个莽头抬着 吐着性子 俩眼睛像红灯一样 点点头 它是一条莽 成的经 哦 我看见了 我知道了 我明白了 我上屋里等着一下啊 回来了 往这一坐 一会儿都攻一会儿 脚步声音 这一会儿也来了 哈哈哈哈 瞧见了吗 快快快 坐坐坐 喝水 喝水喝水 哎呀 我没想到 平静市 到法无边 啊 你别怪我 我就是好奇心 哈哈哈哈 哦 没事 我也是有好奇心 你也让我看看 我就坐这儿了 不是你 你跟一般人不一样 比如有眉毛 有胡子 有头发 我这烧的 我这不是修炼的 哦 嗨 我还纳闷 我想了好奇心 我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变的呢 我说没好意思 一问 哦 那得了 那 对不起了 老婆没事 人对我好奇心 嗯 俩人成好朋友了 说我怎么称呼您呢 大忙说这样吧 我就算姓长 一琢磨 对 长说嘛 行 那就是 老长 啊老长 你别喊老长 你说老长 他们会认为 就说出我那身材来的 啊 长道友 对对对 长道友 嗯 两天常站一块 聊仙天 聊了聊去 这天 梁德元挨声叹气 你说仙天我这么呆 有什么出去 啊 尤其这么一个小破庙 啊 这个你看人家的大庙 香火很旺盛 那我们这儿 哎呀 心里烦 长老道乐了 哎呀 真难 不论你是求财啊 你还是求名啊 你都有才好呢 哦 一看你就是淡泊名利啊 嗯 真捧 嗯 这样吧 我让你名利 兼顿 呱 你说 你怎么能做到这一点 嗯 十里八乡 村庄可是不少 咱们这样 我出去啊 做法 整个这一块 不管是井 还是河水 我都下毒 老百姓吃完之后 一定会得病 得病啊 就得找大夫瞧 咱们在这儿 我给你变成这么一个铁的佛 耶 他只要上这儿来 有钱人来了 咱们要他一两银子 没钱人来 一吊钱 搁了钱 这儿磕头 我让铁佛给他要 吃了药呢 他就好了 一来二去 钱也有了 这个庙子名声也大了 你看怎么样 哎呀 太好了 梁老道很兴奋 那来吧 来吧 这儿说完了 大莽精 出去了 啊 干这个还不简单吗 啊 谢了元凶 围着井啊 围着河啊 这么一吐 一吐 咱们不是吐的是什么吧 这一吐 转过天来 老百姓一喝 坏了 每这儿都有中毒的 十里八次 不少人劲 来 这有人传来信了 说回龙观能治病 啊 回龙观有一个 一个铁佛呀 是什么呀 生铁打造的一个佛呀 还能说话 啊 还能给药 老百姓一听 那去吧 来了 有钱人来了 一两银子 没钱的 一吊钱 啪啪啪 一磕头 你看生铁铸造的这个佛呀 张嘴说话 啊 给那药 啊 打嘴里边扑 吐出一包来 呦 谢佛呀 不客气 啊 咱俩不懂东西 这一晃 一个来月 可都传开了 铁佛显胜 治病救人 可是这么句话说 常走夜道没有不遇见鬼的时候 这一天出事了 来这么一路过的老道 啊 这种啊 秀陈 叫陈玄明 挺正义的这么一个人 带着自己贴身一个 小童儿 陈玄明说这怎么那么热闹 童儿说我问了 当地闹瘟疫 家家有病人 铁佛开口 给药 是吗 咱们瞧瞧吧 麦伯特进来了 他本身也是老抱 这背着线 带着一孩子 一瞧这妙里妙外 人山人海 挤了挤去 终于挤进来了 站着一瞧 那过来家有钱人 跟着帮帮磕头 老佛爷啊 治病救人吧 谢谢您吧 旁边磕一大盆 往里面一扔银子 铁佛这嘴 啪啪啪 吐出几包药来 哎呦 谢谢老佛爷 不客气 站起来 拿着腰头子 又来一穷人 穷都不行了 没辙了 跪着磕头眼泪哗哗的 老佛爷 重量的家里太穷了 可是病人也得治啊 您手来 给您点药吧 以后我们缓上来 我们再给您这儿 好好上供 铁佛也说了 我想 没钱不行 不行 我求您 别废话 走 佛爷怎么这么不开面 这穷人哭着就走了 陈老道一瞧啊 不对 这不是好事 哪有佛爷跟大伙 斤斤计较的 对不对 拿佛爷当小买买人 可不行 这么算 顶经观瞧 就觉着这佛爷 一股子邪气 急了一身手 优打背后 把宝剑撑出来了 一回头 谁再收集一下 你快想三回了 以后不许再想了啊 然后你得说 不客气 陈老爷拿着这宝剑 问铁佛就去了 两步就上了这供桌了 跟铁佛面对面 你是何方妖孽 幻音刚落 铁佛的嘴粘开了 一股黑烟 陈老爷两步上去了 一步就下来了 浑身上下又黑又紫 都害怕 佛爷先生 跟前带着一孩子 哎呦 你怎么了 掺着往外走 出来之后 没多远拐过弯 有一小客店 住店吧 扶着病人进来 找监房躺下 你怎么样啊 哎呀不行 这个 浑身难受 我这是中了妖气 孩子 你赶快跑一趟 你到 农幽县 三清冠 找我的师兄 马贤通 让他来 他那有九转还魂单 让他来救我来 来得早 还能见一面 来得晚 我算死在这儿 孩子哭啊 哭完之后 跟伙计们说 那时候也看着这儿 我去找人救命 这儿出来之后 顾车 赶紧奔龙游县 简短接说 到了三清冠 跟马贤通一说 马贤通跟陈道爷 亲师兄弟 我别去 背着葫芦 里边装着药 带着这么几个小童子 走 赶紧去 非一般 要往回龙冠这儿赶 走来走去 前面有这么一天杨树林 得穿过这树林 正往前走 就要听树林里面有人 哎哟 太难受了 不好受 全本一个问 啥 又不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